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冠军 实时票房达到1983万 这部以正当防卫为题材的影片 深刻聚焦校园霸凌 社会公平和弱势群体等社会现象 通过三个感人至深的故事 探讨了人性 道德和功力等主题 导演张艺谋以其独到的艺术眼光 成功巧妙融入生活化的喜剧元素 使得普法话题在观众中引起共鸣 不仅令人哭笑交加 更在其中完成个人道德层面的升华 热爱与坚持的热血再现 距离上一部已过去五年 飞驰人生爱与其全面升级的故事 视听和笑点 再度掀起影迷热潮 韩寒导演以热爱与坚持为主打主题 通过中年失忆车手张持的热血再现 成功引起观众的共鸣 影片中的特效更是全面升级 尤其是在巴音布鲁克拉利赛的场面 更加刺激震撼 这部影片不仅是一场视觉和听觉的盛演 更是对人生态度的一次深刻思考 动画电影《熊出墨逆转时空》 则展现了《熊出墨》系列十年的成长历程 故事围绕着熊大 熊二和光头墙进行时空冒险 通过冒险中的成长和蜕变 传递出亲情和友情的珍贵 这部影片不仅适合儿童观看 更是一部所有年龄段观众都能欣赏的作品 其独特的画面风格和深刻的情感表达 让这只《熊出墨》系列成为国内动画的亮点之一 贾铃的营销奇谋与失落 原本以贾铃剪中100斤为卖点的热拉滚烫 却在票房榜上跌至第四 这部影片在整个营销宣传中围绕着贾铃剪中100斤的话题展开 从定档到大年初一上映 层层引发观众的好奇心 然而票房跌至第四的结果却让人感到意外 或许观众对减肥话题的疲劳 以及电影本身故事情节的吸引力不足 成为影片为能取得更好成绩的原因 春节档的电影市场如同一场盛大的比赛 不同类型的电影在竞争中迸发出炫烂的火花 从传统的笑料满满的飞驰人生二到深刻的社会思考制作第20条 再到适合各年临层观众的《熊出墨逆转时空》 这次春节档呈现出中国电影市场的多样性和竞争激烈的程度 观众情感共鸣的产物 韩寒导演的《飞驰人生二》以传统的喜剧元素为主线 却在笑声背后藏着深刻的情感 影片通过中年失忆车手张驰的热血奋斗 勾画出热爱与坚持的人生态度 笑点不仅是简单的搞笑 更是观众对生活的独特解读 电影通过对人生态度的深刻思考 成功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 让笑声在观影过程中变得更加真挚和感人 与传统笑料电影不同 第二十条选择以正当防卫为题材 深刻反思校园霸凌 社会公平和弱势群体等社会问题 导演张艺谋通过三个感人至深的故事 巧妙融入生活化的喜剧元素 使得扑法话题更加贴近观众 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不仅得到了娱乐 更是引发了对社会问题的深度思考 电影不仅是一场感性的冲击 更是对观众之力的挑战 耳童与成年观众的双重呼应 动画电影《熊出莫逆转时空则》 展现了中国动画的十年成长历程 影片围绕熊大 熊二和光头墙进行时空冒险 通过冒险中的成长和蜕变 传递出亲情和友情的珍贵 这部电影不仅适合儿童观看 更是一部适合所有年龄段观众欣赏的佳作 画面的丰富与情感的表达 让影片在儿童与成年观众中都产生了深刻的共鸣 票房排名的背后 承载着电影创作团队的心血与努力 这并非简单的数字竞争 更是导演演员以及整个影片制作团队 对观众呈现的一场视觉盛宴的认真付出 电影的成功 不应仅仅被量化为商业成功 更需要在观众中留下深刻而持久的印象 深度的思考与社会影响 电影成功与否 除了取决于商业化的宣传 更在于影片是否能引发观众深度的思考 是否能在社会中产生积极的影响 一部影片如果能够触及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 引发对社会问题的关切 那么它的成功将超越单纯的票房数字 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的贡献 观众口碑的传播往往比单纯的宣传更有力量 一部电影如果能够在观众中引起共鸣 通过艺术表达的形式打动人心 那么它的成功就在于 创作者用心灵的触碰而非商业冷冰冰的数据 观众口碑的力量在于它是一种真实而直接的反馈 反映了观众对于电影的真实感受 电影留下深刻印象的关键 电影要在观众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最终决定了它的成功与否 这并非仅仅依赖于剧情的设计 更光乎对观众情感的精准触及 一部电影如果能够让观众在情感上产生共鸣 使他们在离场后仍然对影片中的故事 角色念念不忘 那么这部电影就成为了一种精神共振的艺术品 成功的电影往往能够找到艺术与商业的平衡点 商业宣传为电影打开市场 而深刻的情感表达和深度的社会反思则是电影的灵魂 电影制作者需要在商业和艺术之间找到平衡 以引导观众在商业繁华的外表下 真正感受到电影所要传达的核心思想 从而达到商业和艺术的双赢 电影市场的多元化需求 电影市场即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和机遇 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观众对电影品质和情感的追求 观众已不再满足于简单的娱乐 而是期待电影能够提供更多的思想深度和情感共鸣 这也使得电影创作者需要更加灵敏地洞察观众的需求 迎合市场的多元化趋势 以在激烈的竞争中脱影而出 观众口碑的崛起标志着观众的话语权越来越大 在信息时代 观众的评价和分享在社交媒体上迅速传播 对电影的影响愈发显著 电影创作者应当看到这一趋势 并将其视为一种新的机遇 通过精心打磨电影品质 激发观众情感共鸣 创作者可以借助口碑在市场上赢得更多关注和认可 电影创作者的艺术追求 在观众越来越注重电影品质和情感投入的今天 电影创作者需要更深入地理解观众的内心需求 创作者们应该超越商业的功利性考量 追求影片在艺术层面的深度和广度 只有在创作中注入更多的思想深度 打动观众的内心 电影才能在市场中脱颖而出 实现真正的艺术价值 电影的成功不再只是取决于技术效果和大制作 更在于能否与观众建立深刻的情感连接 观众越来越追求与电影中角色的情感共鸣 期待在电影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因此 电影创作者需要通过深刻而真实的情感表达 将观众带入电影世界 使他们在情感上产生共鸣 从而留下深刻印象 在大片的海洋中 电影创作者需要找到艺术与商业的平衡之道 商业化的成功是电影持续制作的基础 但艺术性的深化是电影走向长远的关键 在追求票房的同时 创作者们应该注重电影的内在品质 使之既能满足商业市场的需求 又能够触及观众的内心深处 让电影更具吸引力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港台娱乐会 敬请关注哦